他講一個小小的中國的一個傳統故事 在每一年過年的時候呢 中國的小孩子很開心 因為他們可以拿到紅包 這個紅包呢 是父母親放了錢 然後當孩子睡覺的時候呢 放在他的枕頭下面 我們每一年過年的時候呢 我們稱這個過年叫一個守稅 我們要把它從20這一年到另外一年 你們知不知道 壓稅前的由來是什麼呢 在很久很久中國的以前 他們發生一些事情 他們每年到過年的時候呢 有一個不好的一些東西叫做稅 這個稅就是鬼鬼祟祟的那個稅子 他每天會來到小孩子的前面呢 摸摸他的頭 然後 然後這些孩子呢 就會發冷 然後會變得傻傻 所以父母親就不敢睡覺 然後守著這些孩子 所以他們叫守稅 所以他們叫守稅 有一天呢 有一對老夫妻他們 有一個孩子 他們非常的珍貴這個孩子 他們也陪著孩子在玩 在守這個稅 然後過年 所以 在新年 他們也陪著孩子在玩 在守這個稅 然後過年 他就拿了一些銅板呢 這些銅板 然後在那邊陪著孩子玩 等到孩子睡的時候呢 他就把這些孔子把它包起來 放在他的枕頭旁邊 然後 然後 忽然那個稅 在晚上的時候 他要來的時候 忽然有一個光照 就照在他們身上 他就嚇壞了 然後跑走 所以 以後呢 所有的中國 就有這個傳統 他們有這個守稅的習慣 然後 從那邊 中國人 有這個傳統 久了以後 慢慢就演變成 現在過年 我們所守稅 同一年 過於另外一年 而且 每一個孩子 在過年的時候 可以拿到紅包 在聖經上裡面 也告訴我們 他說 他說你在正月初一的時候呢 你要在你的門檻上面 塗血 用祭司來塗血 這時候呢 就可以保護這房子裡面 所有的人 所以今天呢 我們也在這個門檻子這裡呢 為大家來做祷告 希望所有的人呢 在這新的一年裡面呢 都有好的運氣 能夠健康的身體 我們來做一個打卡 我們來做一個打卡 主我們求祢在這新的一年裡面 祝福每一個人 Choose什麼意思 祝福每一個人 祝福每一個人 讓祂們能夠 這個人 讓祂們能夠認識基督 在祂的保血裡面 的保守 讓所有的人都能夠 享受一個美好的一年 有健康的身体 有美好的灵性 我们奉主的名祝福每个人 也求主祝福我们今天在这边的聚集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一个快乐的新年 我们在这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在名债祖父我们来位 army